工具街展覽會 歷史上最大一次的展出 工具街展覽會 888家的廠商參與 跟上一屆比較增長 百分之七十 大地均勉 我們今年其實 到目前來講 廠商參加的 總量非常的好 那我們使用兩個場地 就是 南港 展覽館 跟原來幸一是嗎 我們目前分配出的 攤位在4848個站位 从展位来讲成长了70%以上 所以非常的好 那当然我们展出的东西都是比较新的东西 我们所谓复合化 包括车型复合化 并还包括五轴的加工中心等 都是新一代的最新一代的 必须跟新英国家去竞争的产品 包括有像有加立委这个集团 这个大厂 他们是整个采用一种合并的方式来展出 那也有包括像东台 东台这种集团 另外像台中基地这种大厂 永靖还有成泰 亚威等大规模的展出 比以往大概扩大一倍以上 国外来的主要还是包括日本的 德国的 另外当然是像瑞士 瑞士非常的重要 瑞士它是长期以来都是采用 国家展坛的方式来展出 它是透过瑞士出台的经济单位 以整体的方式来把瑞士最高级 最精密的工具集 在台湾这个最主要的展览会来展出 那我们预期最重要的是参观的人 我们这个因为场地这么大 我们希望至少要增加 10%到20%以上的参观的人潮 那上一阶来自于海外的 大概在4300多 我们希望能最好能够达到5000 这是我们要持续地去努力的 那另外就是国内的参观也很重要 我想现在两岸已经直航了 我想有相当的客人可以从大陆 直接坐飞机到台北在参观里面 这个展览会非常专业 我们希望要发展精密机械 或者高品级的产品 务必派专业人员来看我们这个展览会 在展览会员里会得到很多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能够发展出最新 最有竞争力的制造的产品